在美国禁军阿富汗20年后 塔利班迅速攻占首都喀布尔掌权 引发政治与人道危机 而同样令安全专家关注的就是 阿富汗广大丰富的矿葬会怎样呢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然而美国军官和地质学家2010年透露 这个位于中亚和南亚十字路口的国家 蕴藏了价值将近1兆美元的矿葬 能彻底改观它的经济前景 除了铁 铜和金等矿产分布审外 或许最重要的就是还有稀土矿 阿富汗可能拥有全球最大的锂矿 它是充电电池 以及因气候变迁危机技术不可或缺 明确也很有稀有的原料 生态未来集团创始人史库诺福说 阿富汗无疑是传统贵金属 酝酿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同时也拥有21世纪新兴经济体 所需要的金属 连年战争阿富汗无力监督 丰富矿葬呈塔利班主要裁员 以网银安全挑战 缺乏基础建设 加上严重干旱 都使开采不易 而在塔利班控制下 这不太可能很快改变 然而包括中国大陆 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家都很感兴趣 并可能不顾困乱而设法介入 这么多的事 我可以去试试 就会去试试 准备 我找回来 都得不敗 我找回来 都得不敗